一名大男孩为了分担父母压力 从家中的水果摊出发 与朋友合开一家冰店 他谨记父亲教诲 时时提醒自己以道德良心来做事 推出与众不同的水果冰 视觉享受引发话题 成功行销 来宾三位四号 会特选好了 明明是平常日下午 这家新鲜水果冰 地理人潮却落意不绝 老板小猪视为年轻人 跟合伙人阿凯一样 今年都才27岁 它肉质也非常细致 所以吃起来是很满足这样子 对啊 我现在就先 那处理它的时候 我们尽量会保持在 上面之后这个位置的地方 因为下面那一部分会让客人挖不实 用年轻人最擅长的创意 将新鲜水果当成果汁容器 但里头果肉不会全然挖干净 附上一根汤匙让客人亲自动手挖 挖出的大部分果肉则是不加糖 放入冰块 要让客人喝到最天然的原汁 那像这个小爱西瓜是比较特别的 它是温室在种的小爱西瓜 那一株就只有长一颗到两颗而已 对 所以它的甜度也比一般的小爱西瓜来的高 然后外形也比较可爱 选用新港温室小西瓜皮薄肉铁多汁 一颗进货成本就要价上百元 饱满的彰化火龙果 嘉义名雄的牛奶凤梨也不便宜 一整颗端给客人吃 再附上一球水果冰淇淋 看得实在好满足 因此坚持天然都是因为两人想创业时 刚好遇到食安公报 那时候什么东西都黑心 我们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让更多人 可以把健康就是留住 然后我们想把健康带给大家 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绝对不能添加一些浓缩色素 那是我们绝对不要加的东西 所以包括我们的冰品 包括水果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不能久放 就使用纯天然的 那也不使用任何的玉拌粉 每天推出不同的新鲜水果口味 光一种一盆冰制作就要花上半小时 每天做七八种口味 让人也各有所长 从以前就学的时候 他也是就读餐饮类 烘焙啊然后餐饮啊 那他也想做冰 他家毕竟他家以前也是做刹冰类的 对那这个东西他蛮懂的 那像我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家就是水果行业 那整个家族都卖水果的 所以我在水果原料这块的话 我比较了解一点 那我们刚好可以分工 嘿 阿伯 很久没看来 这三行 八公来四行 对啊 那现在五百七十五 小时候陪着爸妈在菜市场卖水果 小猪场创业的另一个原因 也是为了分担父母勤劳 就是像你看 其实像这种 它就是一个布棚 就是一个布棚 那如果下雨的话 它如果要在那边摆货 水就直接滴在身上 然后你刚载货回来下货 你也是只能戴个帽子 因为你要上班货干嘛 所以你这是淋雨的状态 然后可能等一下雨停了 正中午太阳又大 雨又在晒大太阳 所以是淋完雨又晒大太阳 我觉得对啊 就是会有不死的 我知道你想什么 当初我如果想说 有可能你想这样 有可能你想这样 但是它是不放出来 结果还真的它是想这样 心疼父母年纪大了 想把家中水果资源整合 转型做改变 于是开了有别一般 传统菜市场的店面 过程中也碰到许多挫折 像我们刚开业的时候 其实就是生意真的没有很好 可能一天就只有一千块 两千块入账 就会觉得很头痛啊 想说到底要怎么样 可以帮我们产品变得更好 让大家更接受 那我就会来跟爸爸讨论说 现在这个季节有什么水果啊 我可以用什么样呈现的方式 那这方面他们比较懂 就是像除了是老爸的朋友以外 他就是我食品 刚开始创业时声音冷清 也出现各种质疑声音 但真的去做的时候 反而有很多人支持 最重要的是卖水果卖了27年的爸妈 每个季节产什么水果 也是使给儿子建议跟鼓励 他已经不会是说假的 也是会啦 因为我是不会啦 就是尽量鼓励遇到挫折 找我们沟通我们就尽量鼓励 鼓励他啦 做啦 就是叫他去做看看 你不做怎么知道 怎么会有什么结果 来 谢谢 还跟我说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做 那只要是对的 你认为是对的就去做 那我会在旁边监督你 只要你不要走歪 我都永远支持你 跟爸妈学习做人及代客之道 严格把关卖出去的品质 也沿用到现在创业上 老爸教我两点 对 他第一个品质 一定要给客人最好的 跟代客之道 不要以赚钱为目的 我跟你说不要 你要想不要想的话 赚大钱 你会用货帮吃 就是喝到酒也没问题 爸爸的叮咛牢记在心里 跟阿凯两人草创时期 特地先去台中学做兵 研发半年多的时间 也是从这里开始 那这边其实是 就是我爸租了一个仓库 可以放杂物用的地方 那以前我跟凯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研发 所以跟他借了一个小仓库 在这里 那我们都在里面研究 尝试性的去做很多东西出来 那也是被打很多枪 对 而且失败很多 所以我们在目前完成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还蛮满意的 决定好之后 我们要了什么东西 我们自己除了筛选一遍之后 我们在批发市场那里 我们的长辈会帮我们再筛选一次 所以其实经过程程的打官之后 才会决定说 什么样的品质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轻费给客人 哈啰 今天想要看芒果 有吗 这蛮漂亮的啊 这个OK啊 要爱我吗 爱我 今天小爱跟凤梨的价格怎么样 凤梨我们现在都用牛奶凤梨了 对啊 白的 好 这个OK 这个 你这个是一整颗 这个大小 刚好而且够大 对品质很坚持 小猪每天一大早去国菜市场挑选水果 透过亲戚朋友先严格把关 再运动到店里 这里哦 有时还能在水果外观上大搞创意 这是要做这只鹦鹉的嘴巴 将西瓜凤梨做成鲨鱼及鹦鹉造型 大玩火雕技术 这是不定时会给客人的小惊喜 但说到最大的惊喜 则是跟阿凯的缘分 一直到创业到开店 其实很多事情时间点都是刚刚好遇到 就是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上 所以其实还蛮巧的 对啊 就是你在准备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会有很多人帮助你 我们并不知道对方也想要开店 那我们其实分别的各自想要开店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 然后就知道说我们两个都想开店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我就跟他讲说想开国资店 他说阿凯也想要开冰店 那你要不要去跟他聊聊看 你们两个搞不好 因为听起来就是理念蛮像 后来之后我们就 因为我们其实本来就是国中同学 所以我们又重新联络上了之后 一聊然后觉得我们理念蛮像的 所以就决定说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看 你要拍你是拍摄 诶 还真的给我踩下去 两人从国中时期培养的好默契 运用在创业路上也有相同理念 就是绝对要天然 对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可以把最好的品质 然后最原本的样子 对 就是然后最好玩的 我们不希望说算孤道的品质 可是我们除了品质以外 我们还希望它是好玩兴起的 希望客人可以吃到最健康的 最原味的 那冰淇淋要什么口味的呢 都可以在这边看看最实质 坚持给客人最好的 小舟阿凯两位年轻人共同创业 以天然健康为诉求 虽然创业难又辛苦仍不后悔 一步一步朝着理念前进 带着家人情有的支持 还原水果最原始的滋味 创业不简单 能找到理念相同 互相扶持的伙伴更是不容易 我们继续来看 也是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一起创业 把儿时梦想的电动游戏 带到现实社会来 这是一个游戏 赌注是你自己 人生其实就很像一个游戏 那些任务你就要自己去找 我每天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比电动里的事情还夸张 十秒后游戏即将开始 十九 也爱玩打电动嘛 那电动永远在荧幕当中 你如何把荧幕当中的事情 真的带进现实社会当中实现出来 就是对我们来讲 是有一种难度 对那我们也想挑战这件事情 这是透过VR虚拟3D眼镜看到的世界 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潮米狂奔的僵尸 不同以往的是 你手上拿着可以歼灭他们的改造枪 跟队友一起闯关 如此真实的场景 就像坐上时光机 来到电影殷尸路现场 VR打败我 我可以讲VR你可能觉得很平淡无趣 我只要加入一个成分叫多人 它就立刻变得是一个 完全没玩过的东西 自己看一下自己 谁是高的谁是爱高的 我把枪口朝下去拉这个 它就会变成那个神弹枪 当僵尸都包围过来 所以我就把它换成神弹去打它 我们不想用那个手把来玩那个游戏 我们就是真的用 我自己喜欢玩生存游戏 所以我会直接去拿那个 生存游戏的枪 电枪来把它改造 变成是就是 玩家军运就是这样 拿着扣板机 拉那个弹夹 就是都是用真实的装备来做 包括我们进去也会穿一个 战术背心 很有很有feu 把平大的空间 我们把这里想象成通往虚拟世界的入口 没在游戏中感受不到 这四人好像离开了现实世界 对我来讲最大的感动的地方 就是当你一组人进去 或者是刚玩的人 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触动了 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的 惊讶感或喜悦感 那对我来讲就是一种满足 他这个是这样子的人进来 不会堵住 还好吧 那是上次我们车不是 收拟不行 那我试一下 等一下好 好 好 这样的 小凯跟小派都曾经是广告创意总监 但工作打滚了超过12年 过了35岁 正是事业到达巅峰的时刻 他们突然想为人生打上斗点 就是我们工作一起在上一间公司蛮久 那其实对那个业界跟对那产业 工作久其实有一定程度的疲乏 譬如像我们的创意常常被客户抹杀 或者是我们创意提出来之后 他就要把它改成一个 本来提A 他硬要跟你讲说改成C期还是很像A 对 那你就会一直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那我不如自己来投入一个事业 做一个产品出来 推给消费者自己来卖 你们想像你们等一下会进入一个 类似像电影的情境 那进去当中 你们就是化身为探险者 就像闯关游戏 两个人迈入下一关 携手创立游戏工作室 是因为彼此有个共同梦想 为了让工作更好玩 让生活更像闯关游戏 我们去玩了十个密室之后 我们心里面想玩的东西 有些还是没有玩到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决定说自己来 把东西做出来 玩完后其实我们脑袋 就一直冒出很多idea 想要来实现它 对 创业并不容易 但他们比别人幸运 一年多就做出成绩 刚好碰上玩家 就是投资客 一开口 就说要考虑帮忙 在全台开三十家饭店 我叫小凯 小凯 对 我叫小凯 有个人同时有空就比较难 那我们是只有四个人 而且只要一小时 四十五分钟就可以玩 所以这个相对是 非常容易成型的 看到这里我们会羡慕 就两人好像轻易 选对了一条路 但人生中的酸甜苦辣 他们没比别人少长一点 我是一个会主动去找快乐 跟避免不快乐的人 对 所以比如说在工作上 或是在平常做的事情上 我都会是这样子去决定 对 但是 其实这个在我们创业的路上 你说最后我是要做一个快乐的事情 对 但是你说我整个过程中 是不是一定都快乐 其实不一定 这就是现实的磨难 那还好是我们之前都工作很久 包括有一个伙伴 我们才可以撑过那个 2013年小派跟女友离开台湾一年 到英德法体验人生 同时抛下了原来的工作 因为工作七八年了 就蛮倦怠的 然后我就想说 刚好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伴可以一起出国 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后来就决定两个人 就去出国一年的时间 结果出国之后 就很不幸就吵架了 然后就 其实就在国外就分手了 回到台湾之后 小派陷入低潮 小凯拉着他到处玩密室逃脱 他就看我说 小派你就是整个就是 有一种行私走肉的感觉 后来就 小派很好心就 想说 那我 我来带小派去 去做一点事情分散 一下注意力好了 这么一玩 转移了失恋的情绪 也玩出了 另一个人生 你没有想到说 你会开一间公司 你会想说 你去出国 就一年不回来 你没想到你会 分手 一起放弃十万月薪 自讨腰包 砸两百万成本创业 一开始 连家人都不谅解 为何一切 从零开始 家人本身对我的 从事的事情 本来就不是这么了解 毕竟 他们不是 反正就不了解 你刚才有密室 或者你又 他们完全不知道 也想象不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 多花时间去跟他们沟通 这是什么 对那 比较清晰的是我老婆 她听到我要做什么 她其实都跟我说 你就是 那 其实初期前 一开始也没有做着什么起色 她会跟我讲说 创业本来就不容易 你没有三年 你怎么可能看得到 那个成绩 你不可以说 要放弃就放弃 放眼望去 除了妻子能一旁疲伴 能够抓住的 只有伙伴的手 但我说真的 合作就是要了解 对方的个性 对那我就了解后 你就会想办法 跟他们合作 就讲很单纯 你根本就在一起吧 那你怎么 白了 很可憐 我可以说他们 吵架很像清晰 两个人坐到同骚船上 考验不输 夫妻磨合 每件事都开始寻求折衷 也要说服彼此 不要翻船 一个人我觉得 最怕的就是孤单 因为我其实周遭 也蛮多一个 自己出来创业的 他到后面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缺个半 没有办法走下去 对那当你有个半 我觉得不管是比较竞争 或者是任何的情绪 都可以处置你 再多走前进一步 你这边后来说 就三个人 两个人玩 两个人 两个人玩嘛 玩半小时 差不多吧 就做纯白对不对 所以我们东西 买过来 这边大概要书柜 什么沙发的摆一下 你看一下 我觉得椅子可以这样子 那你白色的空间 我希望用一架假的窗户 透那个光 把优点放到最大 信心也会跟着长大 尤其都往同个理想前进 这艘船不自觉行驶过每个 破滔汹涌的海浪 不管是今天是在之前挫折 比如说资金走转不离的时候 或者像现在脚步踏稳 然后包括后续的机会 一直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很很专注的看着目标 就是说我的目标不是在于钱 这件事情 那我们相信说作品 这就是我们的作品 作品好玩一定会 台湾这么多人一定会有人 赏识我们的作品 消费者一定很多 累积的创意跟努力被看见了 钱自己找上门 放在心里更大的梦 好像又更靠近了一点 人生中有多少人 能走在梦想的道路上 又有多少人 愿意放弃原本成就 逐梦前进 如果你害怕独自一人 那么找个伴 努力放胆一搏 还怕无法闯关成功吗 红梨是我们屏东 不管是排湾族 还是陆凯族的一个特色农作物 在我们制作小米酒的过程里面 它一定要加红梨 红梨是一个发酵的 酒渠的一个功用 这一套的萃取系统 它可以将红梨的这个存入萃取出来